微商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做的 或者是觉得微商是不震荡还是不专业 很冒昧的讲一句是很无知的 我是Kate 是M.A的品牌创办人 然后呢之前我在大学读的是 actual science 然后现在我是踏入了online business 我从18岁就开始创业嘛 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 然后做这一个领域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是不看好的 我觉得那时候会有那个想法跟崇敬 是因为一个字穷 第一我要供自己的学费 父母不能给我们太多 因为我们不是说含着金钥匙出身 其实我父母是本来都是做比较辛苦的工 就是要靠劳力的 从小到大就比较辛苦 而且我有三个弟弟 要扛一个责任这样子 如果两个东西要手机的话 其实是蛮压力的 当你真的可能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生到我想要去改变 我觉得创业8年的一个时间 在前三年的时候会比较吃力 最难的一个部分是可能亏损 资源又不够 背景又没有 钱又没有别人多 公司又没有别人大的时候 你会需要花比别人多的精力 还有时间去付出 它是会有很多的摸索啊 探索跟尝试还有挑战 像今天很多人其实是很看不起微商 微商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做的 或者是觉得微商是不震荡还是不专业 很冒昧的讲一句是很无资的 微商并不是只是要拍照 产品是最主要的一个本质 产品要好 但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卖产品的啦 它就是你还要概括的能力 就有包括销售能力 你不是只是在这边可以赚钱 我更注重的是个人成长空间 比如说是打造自己个人品牌能力啊 团队的一个组织的能力 甚至到演讲力 其实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 当成是创业这样子去学习的 很多人去批评一个这样子一个行业 其实是不是很公平的啦 不可以否认就是微商 以前是很少controlling 就是说可能在产品上面啊 制度上面很多是没有办法监控的 微商其实它是创业家 你不是帮谁打工 这样你今天赚的收入是 based on你自己怎样 运用到online 各种marketing的skill 还有你自己怎样去打造你自己的圈子 还有你的个人的branding 来整个综合起来带出来的一个business 我在我21岁的时候 我就存到我人生当中的 第一个百万 就买到我自己的房子 然后再后来就开始买到自己的车 所以我觉得创业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是我在思想上面 跟我自己的一个心灵上的富足 我想要用生命影响生命 从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当然是为了赚钱哦 到后来的时候 因为也是有做自己的品牌跟团队的时候 我身上多了一个东西就是 不是只是责任 而是一个使命 当你在探讨自己 跟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优势在哪里 你知道你可以为别人创造什么 跟你知道你自己到底 在哪里一个地方的部分发挥 年轻人可能不懂这一路 莫索是到底要怎样去成长 希望可以把我的故事 我的经历写在本书里面感染 跟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到 20多岁这个年纪的人 是你可以去想 怎样让自己变得更加值钱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 你可以先做好才做大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去累积 我心态是很积极的 就是我遇到再大的问题 我都觉得没有问题了 就解决就对了 宁可选择做一个值得大尊敬的人 都不想要成为最有钱的人 讲到做到做不到也要想办法弥补到 如果你很坚定 这是你想要做的东西的话 其实你没有在理会别人怎么去看你啊 因为我又不是做给你看 我是希望可以证明我自己 跟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这样子 你的人生会因为你这个决定 而让你跳出一个框框 就好像我常讲的 零到一很难 一到十会很容易 如果你真的是有勇气 踏出从零到一的话 你将会发现到 一到十将会非常非常精彩 就做饱咯 如果失败我的话 那我重新来过也不辞 但是万一我成功了呢 就抱着这样一个形态去开始啊 我的人生最有名是 试钻石总会发光 今天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可能你是nobody but只要你要 只要你构想 没有任何人可以看不起你 你有一天一定也能够发光 你人生如果输在起跑点不要紧 可是你不一定不能够赢在你人生的重点 如果你要找工或是来交聘的话 记得来到铁饭网